台鐵列車上民眾絕集 前方乘客位子上飄出一陣又一陣的白煙 奇怪了明明台鐵全面禁煙 怎麼會有煙霧 事發地點就在台鐵707車次的舉光號 從新左營開往台東的列車上 民眾懷疑這位乘客是在車上點了台箱 但這行為已經觸法 有關旅客如果攜帶地產物品 未經允許進入車廂 可能違反鐵路法第68條之一規定 台鐵局也回應車廂是密閉空間 點燃箱 金油 檀箱等發煙物質 氣味容易讓其他旅客不舒服 也影響空氣品質 有助長燃燒之餘 已經違反鐵路法第48條的規定 可以拒絕運送 由於最近就是一年一度的台中大甲媽祖 繞進活動 不少人會抱著家中佛像 搭台鐵來追媽祖 可能有信徒因此帶著檀箱上列車 那旅客在點燃檀箱的過程 如果造成進一步危害 可能違反刑法第173條 公共危險罪贓之最先 台鐵局提醒旅客 如果正好參加大甲媽祖繞進的活動 身上還帶著香或檀箱等易燃物 記得不要上火車 以免觸法吃上行責 進行為採訪您滿凱蔡放報導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